今天教大家画头发 过程比较详尽 但是可能有点长 我画了大概有五六十分钟 然后我加了四倍速 头发的刻画 我一般会放在脸部刻画完成之后 然后在铺大关系的阶段 我会先给头发铺一个底色 现在头发底层的这个浅灰色 就是我用木炭条的粉末 和揉擦笔涂抹的 然后因为模特是一个黑色的头发 所以我现在在用特软 去大面积的加深这个固有色 因为头发的颜色不是一遍两遍 就能加到位的 所以在这个阶段啊 不太用考虑海线的方向 你只需要把你的笔触 尽量做的密一点 然后涂完之后 我就会用揉擦笔白色那头 把刚才涂过的地方抹开 今天这个本子是第一次用 然后涂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发现它比我想象的 要更光滑一些 颜色不是特别容易上去啊 所以我又用黑色那头 给它抹了一下 现在就是反反复复的 把这一层底色给它做均匀 接着开始进行第二遍加深啊 然后这次加深的主要是 你看到的它头发上的一些重色 头顶的这一片颜色 在整个画面上都特别的深啊 所以我不停的在这边加颜色 然后抹开 然后再加 这平时的话是不用加这么多遍的啊 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纸太光滑 导致不是很好上色 所以我多涂了几遍啊 如果是那种要容易上色素描纸的话 大概两遍就会比较深了 其实头发里面的颜色涂的时候 是非常随意的 但是在你头发和脸交界这种地方 你涂的就会慢一点 你要考虑它两个交界 这个边缘线的虚实变化 所以我在这儿的时候 我一般都会分多次 一点点去找它的虚实 就比如说它现在头发和左脸的 这个交界线啊 脸颊部分相对来说 边缘线就会虚一点浅一些 然后到下巴和头发交界的地方 那个地方我就会卡的比较深 然后边缘线实一点 我现在涂的这个 左边眉毛上面的这一片额头 它在头发的阴影底下啊 所以我把它的颜色压下去了 刘海的细节 我觉得可以多交代一些 我现在就是在收刘海的外轮廓 先把外轮廓交代清楚 然后区分一下虚实 它这个边缘形状 如果是那种锋利的光滑的 那你画的时候就要给它收整齐 不要毛毛造造 然后推到这个右边的头发 也是一样的 就是反复多次的加深 然后我每次加深完都会继续给它抹开啊 这样出来的效果就特别的顺滑 特别的均匀 那这边头发是两组啊 一组在耳朵前 一组在耳朵后 然后头发上面那一边特别的黑 所以我在那边加深了很多遍 然后它的头发亮部和暗部 是特别自然的衔接在一起 所以我加深完之后 我涂抹的时候 我不是只涂 一个部分 我在两边交界的地方也会 反复的顺着头发的走向抹开 这个右边的发色和脸交界的这个地方 我也没有画的特别黑 因为这个地方要反复的去画 这种头发中间露出来的皮肤部分的形状 一定要格外注意 我一般会根据它的明暗 选择用什么橡皮去体谅 然后这个轮廓啊 大部分情况下边缘都是非常清楚的 挡住耳朵的这一缕头发的边缘 也是非常清楚的 我一般就是先做清楚 然后再根据后面的需要 看要不要弱化 耳朵下方 这个头发部分也很深 然后就用透软不停的加深啊 顺着头发的走向 这一条弧线特别深 然后把前面和后面的头发分开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又多做了几遍 右下部分这一组头发 有一部分受光 而且它有一些叫零散的 一根一根的 所以我先把这个地方虚化掉了 主要以涂抹为主 有上方这边头发的形状也是观察为主 然后现在是这个 肤色的调整阶段啊 把脖子的颜色带一下 到现在我们可以进入到头发的塑造阶段了 找到头发的瘦光部分 然后用可塑橡皮进行提亮 以橡皮的走向顺着头发的走向 然后在亮部和暗部的交界地方 适当的进行涂抹 然后再增加一些笔触 笔触的方向 笔触的方向也是顺着发丝的走向 高光的形状 很多情况下是不规则的 你要主观的把这个边缘破开 然后画这种小的头发的时候会比较随意 因为有时候我发现某些地方颜色不够 我就会把那一块重色又加重 然后把画面左边的这个高光 也稍微的提亮一下 然后这边画面左边就有一个发丝特别出彩 我就会把它画出来 左边头发这一片也说过 然后又会可塑橡皮 顺着它的走向去提亮 然后注意这边和脸颊 挨着的地方比较虚 我没有把它全勾出来 这边高光 就是发丝一根一根的感觉有点弱 所以我又竖着去擦了几下 下巴附近这个亮色也是给它提出来 然后顺着头发的走向 这边头发的尾端有那种一根一根的感觉 我就直接拿樱花橡皮 顺着它的方向去擦 然后把耳朵后边的这个头发的亮部也提亮一下 然后下边加一些顺着头发走向的一处 你把衣服的轮廓擦出来 它穿着一个比较亮的衣服 继续顺着头发的走向提一些瘦光部分 可以把橡皮捏一个尖尖这样提出来 就是一根一根的效果 需要擦干净的地方直接用樱花橡皮 用头发的边缘可以用笔尖 加一两根发丝 右边这个靠近脸颊的发尾部分 我画了很多遍 一直在调整它的颜色 它的尾端有很多那种单根的发丝 然后还要把它和脖子的颜色区分开 这边就是反复用橡皮和笔尖去加工 然后右边的头发搭在衣服上 也有几根零散的发丝 你可以画一架 然后这边这个额头的暗部也能隐隐约约看见几根发丝 可以提亮一下 然后之前的刘海没有画的一些单根的发丝 你也可以画上 后边这里也有一小片高框 然后顺着头发的走向用橡皮去提亮 右边的这一片高框是细节最多的 然后画了一圈之后又回到这儿 用樱花去提亮一些靠光里面更亮的部分 然后这个阶段无论是橡皮还是你的笔尖都要尽量的尖 这样才能画出那种一根一根的感觉 如果是轻微的提亮你就用可塑橡皮 然后如果是比较亮一根一根的你就用樱花 为了让它的边缘更丰富 一亮完之后交界处我还是会加一些线条 破开这个心 然后最后根据情况如果有特别亮的 我会选择性的加一些白碳笔 但是这个东西一定不能多用 然后这边再擦一根两根一种特别细的发丝 擦完之后用笔修一下心 反复调整它的亮度 单根的发丝边缘一定要是连贯光化的 最后稍微拿硬一点的笔 把头发和脸交界地方的灰调子补一下 然后我把眉面部的高光都点完了 点完之后再调整一下头发 然后现在就是一个画完的效果了 感谢能够看到现在的朋友 然后就是最近嗓的发言 我说两句话我就要去咳半天 然后又痛又痒 然后这个解说也是一句两句分开录的 然后音色可能会不同意 希望大家谅解 我们下车再有个摄要 我们下车大臂 自己的安全 我们下车大臂 我们下车大臂